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切本来应该是众所期待 然而实验尺发生了意外 造成电路走火 接下来我们请特麦记者阿美云 我们做个进步报告 各位观众朋友好 这一次的电路走火呢 原因其实众说非 有目击者宣称呢 实验虽然是由报告博士所读到 但是呢意外其实发生于索尔的操作 那么另外也有一个说法 则是说由于气候一场 实验尺闪电打雷 以至于电路走火 并被不人为的舒适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尝试为各位团阅了电路走火的 整个过程 首先将萨满卡牌电路走火丢出 制造出两只火花 火花本身为111冲死 可以用截场以及战场 而电路走火本身 为一水晶 一超载 好了 在阿美云的报道之后呢 相信大家对这一次 报信博士实验所造成的意外 电路走火 已经有初步的认识以及理解 这边再为各位重复说明一次 电路走火 的条件并不高 为一水晶 一超百分 而电路走火所造成的两只火花 都提之为111冲刺 算是标准的身材哦 夏日高温 近日常有午后围震 以生活容易出现意外 还轻 多多小心留意 那么本节的新闻快报呢 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接下来广告落后 会有由珍娜所主持的金融危险风暴 梦零八年七月二十八 小鱼的新闻快报 我们下期再见